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家庭中的风水问题 特别是对于家庭中物品的摆放来说 信那些算命 信那些风水之类的问题 这不能说是一种错误 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信仰 这也并不是说是那些邪教之类的东西 可能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这样可以保平安吧 所以很多的人 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人 他其实更容易相信这些风水之类的说法 因此在我们的家里也应该注意风水 枕头睡上一段时间之后 看着非常干净 其实里面已经非常脏了 平时我们也只是把枕套清洗一下 而枕心最多只是晒一晒 用旧之后就会发黄变脏 里面都是细菌满虫 如果把这样的枕头搬进新家 就会污染我们的床上用品 长时间用这样的枕头 对我们身体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搬新家了 就不要把家里旧枕头搬进新家 枕头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一种东西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一定要将这种东西舍弃掉 对于那些平时很节俭的小楚们来说 可能不会这样做 但是竹子说的是 枕头是细菌最多的一种东西 别看你天天在洗头还是很脏的 所以在我们辞旧迎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种东西 菜板是一种我们厨房里经常要用到的东西 在我们辞旧迎新的时候 我们就舍弃吧 虽然是不怎么舍得 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还是要注意这种东西 而且在我们平时用完菜板之后 基本上是不晾晒的 那么长时间一来 上面的细菌也是非常的多 而对于这种东西 我们在平时细心观察过的小主们都知道 上面会有一层厚厚的渣子 而长时间地把这种东西吃进嘴里的时候 就必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舍弃 毛巾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备之一 而且毛巾必须要一个月之内换一次 仔细观察的小主们 会发现长时间捕换毛巾的话 上面会有一种非常难闻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 不注意的一种现象 这就是我们长时间捕换毛巾 上面的细菌死亡之后的味道 不要觉得竹子在湖边乱造 这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经常发生的 马桶刷是一种 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对于这种东西 我们在更加的需要辞旧迎新的时候换掉 要知道上面的细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多 而对于这种现象 我们小主们更加的需要注意这种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很多的小主们都会选择不在乎 这也是我们在卫生间经常闻到一种刺鼻的味道 旧的碗碟餐具 尤其是有裂痕缺口的碗碟 一定要选择将它们给扔掉 新的桌椅家具新的生活环境却摆放着有裂痕残缺的碗碟 是不是看着不好呢 所以说旧的该扔就扔掉吧 不要再留了 尤其是筷子 用久了会残留很多细菌在上面 一般建议半年换一次 为了健康 旧的碗碟餐具也最好不要带 再说本来新生活圆满 但是非要拥有缺口的餐具也不好 一般来说 窗帘的设计都是按照房间的设计来的 有的家庭搬家的时候 看着旧窗帘还不错 就想解下来一起带走 其实旧的窗帘不一定和您的新房的尺寸和设计相搭配 可能带走的用处也不大 毕竟窗帘布不怎么吸水 也没有其他的用途 要是您的旧房子 可能会出租或者是出售 带着窗帘的话 看起来会更好 因为还可以继续使用 也更有价值 所以不如将旧窗帘留在家中吧 我们新房内肯定会残留 假全本灯溶害的气体 而我们的玩偶因为是中空的 它的吸附性很好 会把这些甲醛等有毒气体吸附在自己的体内 这样就算我们的室内甲醛散发掉之后 玩偶体内也会残留一些甲醛 很难散去 所以说我们不要把我们这些玩偶带到我们的新家里 你是否家中堆积了许多旧东西已经不需要的事物呢 很多年一直不舍得丢弃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很多旧事物会影响到你家中整体的运势 在春节大扫除之际就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给丢弃了吧 丢弃旧东西风水转运 处理那些让鞋柜爆满的旧鞋子 请丢掉那些三年以上都没有穿过的鞋子 因为鞋子平常踩在脚上 有比较多的晦气 平时也多半放在家中入门处 若是鞋柜放不下 而凌乱地摆放在门口 好运可是会被这些鞋子踢在门外 改运就从内衣库下手 请记住内衣库的寿命约一年左右 因为是贴身衣物 也不建议回收 丢弃时内衣库请用纸包覆后 再放进垃圾袋里 请尽量在晴天的日子丢弃 分辨赠礼者的运气 若收到好运者赠予之物 这将成为让自己运气增强的工具 可以放在家中明显位置 反之若收到运势不佳者赠予之物 就不建议白发 若是较为珍贵 可以上网拍卖调 不建议放在家中 掌握机运从流行穿搭开始 风水当中 流行代表着时运与机会 跟着流行穿搭 就是掌握着潮流与时运 破酒或流行褪色眼中的衣服 可是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 与运势低落的 退流行的衣服 可以在洗净后资源回收或转送有需要的人 旧的贺年卡在新春前处理掉 纸类拥有和青春工作运相关的木器 若希望能吸取新的一年之气 去年的贺年卡就不可长时间保存 贺年卡可以直接丢弃 但建议在丢弃之日 家中玄关或客厅要摆放红色的花束 去屋内晦气法 准备一颗生鸡蛋 戳一小口 将蛋白蛋黄清出 里面装满三分之一的白醋 加少许盐 摆在阳台或庭院 等完全蒸发之后 将蛋壳敲碎 撒在盆栽中的泥土上就行了 求意外之财 用新的毛笔在红色的纸片上 连续五天写上 佛光招财四个字 之后将这五张纸 放在供奉祖先的安桌上 五天之后再把这五张纸 拿到离自己住家近的十字路口烧掉 同时念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不出半个月 就可以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哦 三颗龙眼干及三颗花生 均需带壳及一个红包袋 在早上十二点前吃掉 将壳和籽放置在红包袋内 并将自己的姓名 与想实现的愿望 写在红包袋外的左下角 然后将红包袋 藏至衣柜下隐秘的地方 不要去挪移它 自然能心想事成 蜂蜜转运 此法适用于渴望 和家欢乐平安的人 用小勺 舀一勺蜂蜜 用一杯清水搅匀 搅拌时要顺时针搅拌十六下 然后心中默念 求幸福之神 保我和家欢乐平安 然后将这杯蜂蜜水 浇向家里的花盆 家里无花盆者 可将蜜水洒向书外的树木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